长发、华裔、LGBT 15岁被帕森斯破格入取 大学就获得了安娜温托的青睐 25岁拿下时尚界奥斯卡 不到30岁便成为了巴林斯拉卡最年轻的创业总监 遗憾的是事业建立家境了他 在37岁被指责性侵 导致口碑崩坏 连带着自己的同名品牌被落下了水 大家好 今天继续品牌故事系列 聊一聊天才华裔设计师王大人和他的个人品牌 节目开始之前 记得关注点赞转发 让更多人看到我们这个有趣又帅气的频道 PART ONE 时尚圈冉冉升起的华裔新星 王大人 中国粉丝亲切地称他为山大王 15岁时大哥办婚礼 没有接受过任何职业培训的他 一次性为嫂嫂设计了30多套礼服 并凭此收获了纽约帕森斯设计学院 开出的全额奖学金 18岁 王大人一边上学 一边去Marco Jacobs打工 靠着一个羊毛衫的设计 得以前往Vogue实习 还是个大学生 就得到了女魔头Anna Wintour的赏识 说王大人是非凡的设计天才 丝毫不为过 但王大人便辍学 开始忙活着自己的时尚品牌 2007年初 王大人同名品牌 Alisander Wynne 发布了第一季秋冬成衣 在别的品牌 忙活着堆积华丽感的时候 他的设计 融入了更多的街头元素 更注重时髦和时穿的强强组合 2008年 仅25岁的王大人 就拿下了有时尚奥斯卡之称的 CFDA时尚基金 他创造的Model of Duty的风格 将运动风 融入时装 看起来轻松随意 不经意之间 又透露出性感和高级 在时装和街头之间 达成了一个完美的融合 2012年 29岁的王大人 成为了巴林斯加加史上 最年轻的创业总监 尽管他纽约巴黎 两头跑 但该干的事情 一点都没有耽误 再值三年 帮助老牌时装屋 重塑了全新的形象 钱也没少证 2014年 开云财报显示 巴林斯加加的盈利增幅 超过了两位数 花旗银行财报分析 以首带配饰 和机车夹各为主的产品 给品牌带来了 3亿欧元的销售额 当然入住巴林斯加加 也帮助王大人 和他的个人品牌 打开了更为广阔的知名度 PART 2 爆款制造机 与营销鬼才 年纪轻轻 就得到了业内认可 但王大人的才华 远不止于设计 他很清楚市场的喜好 制造出了超多的爆款产品 断根鞋 就是其中之一 在鞋跟切出一个小口 普通的槐靴 变得初跳起来 被中美两位带货大将 杨幂和Camel Jenner 所背过的 ARIS钻石手包 是无数女孩 夜店穿搭的必备 不仅各大快时尚的品牌 争相模仿 还养活了不少淘宝店主 卡尔腿上的这条 香钻丝袜来自于品牌 2018年的早秋系列 一经发布 便备受追捧 卡台山家最小的金小妹 凯利 Jenner 还把她穿上了 Metgala的红毯上 她还是一个营销好手 每次跨界推出联名 都会被一抢而空 2014年 联手快时尚品牌 H&M00系列 在发售前夜 就排起长队来 和优衣库联名 推出了一系列 好穿又带着裤劲的 秋衣秋裤 跟珠宝品牌 宝格丽合作 王大人将最具标志性的舌头 作为的锁扣 点缀在了包面上面 简单不是优雅 手机品牌Vivo 与Alexandle Wing 推出了一系列 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 时髦单品 阿里达斯 也与Alexandle Wing 推出了多款联名单品 以及大量使用 汉塞元素的服装服饰 近期最为关注的 王大人居然和快餐巨头 麦当劳 来了个联名 其中最便宜的一个 杜邦纸包包 售价只要人民币99元 不到100元 就能拥有一个 王大人设计的 时髦爆款 谁会不心动呢 借用明星效应 他也是玩得很溜 2019年 他为比伯太太量身 打造了一套 陆背粉色旅服务 还颇有心机的 在丁字库上 想买了水钻细巾 品牌十周年庆 他找来了 以金卡在山为首的 一大批名流 重新演绎经典造型 传组研究 国内明星 也是他的做上课 比如 多次邀请 国魔刘文 走秀拍摄广告 韩和丽与春一起 做过联名T恤 为了大秀造势 大人哥 还特意邀请了 三位前任 唯靡天使站台 其中老牌天使 Lima 更是带着 五个月的运渡走秀 讨论度直接拉满 而他本人 也是一个 爱玩爱闹的 party animal 这种张扬的个性 和几具辨识度的外表 让他成为了一张鲜活的名片 在社交媒体上 为品牌带来了 无尽的流量 他出演过 麦当娜的MV 多次出镜 拍摄自家广告 还在品牌 YouTube频道中 发布了多个 日常生活的舞蹈 做美容 喝奶茶 吃中餐 开车的间隙 随着音乐 欢乐舞动 把自己当成一个IP来运营 和品牌的营销策略 紧紧地捆绑在了一起 Path 3 被迫沉寂两年 Alexander Wynne的 求救之路 设计师出现了负面新闻 一般品牌 可以通过换帅 来解决危机 但Alexander Wynne 作为同名品牌 就难逃厄运了 存在着 一荣俱荣 一摔俱摔的隐患 2020年底 一位男模 在社交媒体上自保 在2017年 曾被王大人性骄扰 一时之间 被传得沸沸扬扬 不久 越来越多的模特 也站出来 曝光王大人 曾经用灌酒 下药的方式 让自己昏迷后 实施性侵 被多名模特指控后 品牌账号三天内 减少了近300万粉丝 而王大人的 个人社交账号的 关注度 也不断地下滑 虽然王大人 最后出面进行了道歉 但为了平息争议 曾经在社交场上 混得风生水起的他 开始隐身幕后 沉寂两年 但品牌也没有闲着 每一季推出的新品 依然会按时上线 营销活动 也一点不松懈 中国市场部 邀请了大量艺人 在社交账号上 通过明星网友 话题为期待货 还找来了淘宝老年女模 拍摄了一组 模型的小视频 放在官网中 保持着活跃的产出 同时 疫情笼罩全球的这两年 美国本土文化风向的变动 让品牌 也将更多的注意力 放到了亚裔族群上 回归秀场 用了唐人街主题 号召少数族裔的关注 品牌的印子 也发布了 反亚裔仇恨的文案 2022年度假系列 找来好莎屋 华裔女演员 刘玉玲 出镜拍摄广告 不得不说 王大人的嗅觉很灵敏 这样连续几波操作 在口碑上 有稍稍的挽回一些分数 PART 4 惊喜回归后 品牌未来何去何从 因信心丑闻 折服两年 王大人再度伴秀 角度选择得很巧妙 在疫情大背景下 关注了亚裔社会中 面临的歧视 而选择中国文化 作为秀场主题 也借由自身的华裔身份 拔高利益 但美版VOGUE 做出了评价并不高 认为他并没有走出 自己的舒适区 再加上他远离 大本营纽约 到LA低调办秀 并且避嫌 不接受采访 再加上秀场逢歌 没有什么突出的设计 和过往的荣光相比 如今的王大人在时尚圈 的确失去了 往日的拥促 品牌本身随在的问题 也不容忽视 早在2018年1月 Alexina Wynn 就推出了 纽约时装周 每年2月跟9月的 例行发布时段 而改在每年6月 和12月来单独办秀 虽然这样 可以将产品发布 和上市时间 缩短近4个月 但脱离了时装周 单打独斗 获得的关注度 自然也相应减少 其次 内部管理的混乱 和未来发展的不清晰 也是让王大人 头疼的问题 Alexina Wynn 目前仍然是一个 家族私有企业 2015年 王大人从 巴林塞亚改离之后 回归个人品牌 出任CEO 想要重振公司业务 但设计和管理 并是两把事 出任CEO 仅一年后 就换了一位职业高管 而这位高管 干了一年多 也宣布离职 同时 从2015年起 有各种消息透露 Alexina Wynn 正在寻求投资 和上市的可能 不过至今 没有任何新的进展 最近一次财报披露的时间 也是定格在了2016年 行业的声音 则指出了王大人 在设计上的问题 一家专业的时尚评论 认为王大人的职业生涯 是一个高开低走的典型 20多岁 横空出世 拿下了CFDA认可 王大人虽然有才华 但入驻Balenciaga 也并没有做出 相应影响 时装文化的先锋设计 离开之后 不断做联名 付爆款 迎合互联网时代下的 年轻人喜好 品牌形象 有越来越多 网红的嫌疑 虽然这样的方式 在商业上 取得了巨大的收益 但不可否认的是 从长远角度来看 品牌无法靠爆款 树立自己的风格体系 更无法培养 对于忠实客户的消费者 而爆款做得越多 也加速拉开了 Alissana Wynn 与专业时装屋之间的差距 今年是Alissana Wynn 成为15周年 在信息更新 如此快速的当下 或许曾经的负面 并不是王大人经营品牌 最大的障碍 它目前面临着 更为严峻的生存问题 是继续生产爆款 还是摸索出品牌 自己的立身之本 大人哥 真的需要认真想想 理性为观 演红有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 感谢大家点赞 投币关注转发 想要看更多的 时尚品牌的发家史 超模的打拼经历 时尚圈的 那些八卦幕后的小蜜星 那就欢迎大家 在弹幕区和评论区留言咯 下一期节目 我们不见不散 拜拜